講起身體狀況已經恢復了八成 徐老先生哭著感謝林口長根醫療團隊 把他從鬼門關給救了回來 他很不錯 所以我很感謝 我今天來就是要感謝整個醫院的醫療團隊 把我救回來 我才有去接這個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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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歲的徐老先生去年9月因為副主動脈瘤 突然破裂昏迷休克 送到林口長根醫院急救 回當時危急的情況 徐老先生的兒子速度哽咽 他很能相信平常身體健康又喜歡健走運動的爸爸 怎麼會突然有生命危險 當我接到第二通電話的時候 情況並不是我想像的 而且是我前有未聞的一個病狀 讓我們家屬真的是措手不及 林口長根心臟血管外科醫師李應生表示 徐老先生當時的情況非常危急 出血量超過一萬五千cc 醫療團隊先緊急放置主動脈支架 再由創傷外科將血液取出 然後緊急開刀 花了超過九個小時 輸了二十幾代血 期間呈三度病危 加上病人本身有很強的求生意志 終於出現了奇蹟 成功救回徐老先生 他的腹腔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說如果不做緊急的開腹 去給他的腸氣做一個釋放 壓力解除的話 其實在兩天內一定會就是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 所以說結局還是不會改變 所以當時的緊急情況下我們就聯絡了 我們臨口腸根的創傷外科醫師 然後來進行一個緊急的一個 剖腹釋放壓力 那壓力釋放完其實 呃 他後面的後腹腔那邊的壓力是整個被釋放出來 意思是說所有的裡面的血液都往體外灌 所以 一旦開腹其實我們就面臨了一個另外一個難處 就是說 他的血會向鮮血直衝出體外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他的血壓變得更不好 然後甚至瀕臨的平死的狀態 然後我們輸血也大概輸了二十幾代的血 那血壓還是其實都明明強強維持住 因為因為徐先生的兒子真的是很 真的是很愛他的父親 所以我們當時還是跟創傷外科醫師討論說 我們不管怎樣還是要救到底就對了 就是不論任何情況發生就一定要救到底 所以我們繼續輸血 然後也繼續請創傷外科一起合力把 多餘的血塊移出腹腔內 然後讓腸子能得到一定的釋放 然後也請創傷外科醫師確定 腸子有沒有急性的突然間壞死的情形 那小便有沒有出來 那在整個相對來講還比較穩定的情況下 我們最後才送出開刀房去家屋病房 林口腸醫院副院長葉吉肖表示 副主動脈瘤就像身體裡的隱形殺手 發生率百分之二到七 通常沒有症狀 一旦破裂死亡率就會增加到近六成 包括老煙腔 高血壓 高血脂 65歲以上 以及有心血管疾病都是屬於高風險族群 由於副主動脈瘤的位置靠近後腔脊柱 葉吉肖建議民眾可以腹部平躺後自我檢測 如果發現腹部有明顯球狀跳動的東西 一定要格外警覺 譬如說你是高血壓抽菸 65歲以上男性 有家族史或是有高血脂的病人 今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把腳彎起來 深呼吸摸摸看你的肚子 會不會摸到有特別在跳動很強烈的跳動感 那個常常就會摸到有一個 因為我們的副主動脈是在後臂 就是在我們的脊柱旁邊 所以通常你要摸到這個東西的話 就表示它可能已經真的有點大了 你才會從前面摸到這個主動脈 不然一般的人是摸不到的 65歲以上的男性如果有抽菸 有家族史 有高血壓 高血脂的話 那就建議至少每年摸摸看你的肚子 有沒有一個在跳動的像球狀的東西 那就如果有這樣的感覺就趕快到醫院 來做個電腦斷層或做個超音波警察